主日三分鐘 聖經十講 第六講 舊約的歷史背景 七 波斯帝國時期和猶太復國 公元前六世紀的宗業 波斯人崛起 在公元前五三九年征服了巴比倫 在第二年發表了著名的居老士詔書 讓所有流逝的人民和他們的神像 能夠被運回到各個國家受永遠的供奉 猶太人民亦都在大赦之列 所以能夠重新地返回故土 在公元前五三八年的秋天 耶路撒冷恢復了對亞威的傳凡制 在第二年的春天開始積極建造第二座聖殿 第五世紀的宗業 厄斯德拉和 奈克米亞重建了耶路撒冷的承援 也重振了對亞威的敬禮 和猶太人的法律 大約在公元前三百五十年 波斯的國勢逐漸衰落 猶太地區又變成一個由施制統治的神權政府 沒多久 西方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 借捐了整個的中東、埃及和印度 公元前三三三年 巴勒斯坦地區再次成為希臘疆土的一部分 8.希臘時期 希臘帝國不僅是軍事上的統治 亦都帶來了文化的侵略 亞歷山大死後 希臘帝國分裂為三 巴勒斯坦成為埃及的附庸 在這123年的期間 雖然在文字上、思想上 已經受到希臘文化的滲透 但是在宗教上 仍然保佑相當的自由和純真 公元前的2001年 敘利亞的國王安提約古 征服了巴勒斯坦 教了給色劉柯去管轄 希臘化的運動 在猶太的地方大為盛行 由於安提約古大帝的批准 猶太國恢復了一種神權統治的制度 公元前175年 安提約古四世繼位 他在進軍埃及的歸途之中 掠奪了耶路撒冷聖殿的所有財保 毀壞乃克米亞重建的承援 甚至在聖殿的旁邊 起了希臘式堡壘 派總兵去駐守 公元前167年 安提約古四世在耶路撒冷實行大屠殺 積極地迫害宗教 並且在耶路撒冷聖殿之中 起了奧林伯克諸臣的偶像 這種殘酷的破壞 激起了猶太人民憤怒的反抗 他們的領袖 是著名的馬加柏 在公元前164年 領導起義 經過長期的奮鬥 終於在公元前142年 獲得了獨立 以一位名叫西滿的大師祭 做猶太的領袖 公元前134年 西滿四一之後 國勢雖然是強 但是貴族黨派爭權奪離 9.羅馬帝國和克諾德王朝的統治 公元前63年的下半年 羅馬大將蓬佩佔領了耶路撒冷 猶太人再次淪入異族的統治 後來伊度麥雅人 阿提帕特的兒子克諾德被立為猶太王 他是一位窮兇極惡的國軍 對於猶太人 採取高壓的政策 使得每一次的半邊 總是血流成他 克諾德對猶太人的唯一貢獻 就是重修了聖殿 暴虐的克諾德王 在公元前4年 死於鄂侄 大約在他死前的兩年 救主耶穌基督 誕生在猶太的白冷 於是 舊約時代結束 而新約時代開始 總結 以色列人的天主 進入了他們的歷史 不斷掩叫他們 並且屢次派遣先知 教訓他們 提高他們的信仰 振奮他們的宗教精神 淨化他們的倫理道德 使得以色列人的歷史 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救恩史 求主恩賜我們智慧 能夠透過勤讀聖經 更加密切地與主來往 接受聖言的人靈 參與主的救恩計劃 讓聖言滋潤我們的心田 在生活中結出美好的果實